包仔饭一般上都是用砂锅来料理的 但我们今天要用了Cousse 16厘米的圆形锅 来完成这道平民美食香菇滑稽包仔饭 将洗干净的白米放入lecousse 16厘米的圆形锅 加入正常分量的清水 盖上锅盖用中火煮两分钟 水滚了现在打开锅盖 用lecousse桂胶锅残搅拌米饭 盖上锅盖再煮两分钟 好现在我们可以放入蒜白糖酱油盐 薯粉和油腌好的鸡块以及香菇 整齐的铺好在饭的表面 用调成小火再煮五分钟 最后我们放入少许的花椰菜 调成最小火再焖煮十分钟就可以了 原来lecousse这16厘米的小锅子 也可以用来做包仔饭 所以一个人的时候 别再吃没营养的素食面了 赶快来上一锅健康的香菇滑鸡包仔饭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